文丁传人三人发病 香港报致命狗寄生虫 香港发现群球首见 有狗经蚊子传给人 有致命危险的新品种寄生虫 已有三人感染 这种寄生虫命名为香港型二丝虫鼠 一名家里有养狗的香港女子 她下眼皮被蚊子咬后 长出一个小肿块 今年五月切除后 发现肿块里有一条数公分长的 吃状寄生虫 另外两名被蚊子叮咬过的病人 也在左颈淋巴结和右腹发现肿块 手术切除后 也发现有数公分长的不完整小虫 香港大学维生物学系 收集了200只流浪狗 及100只流浪猫的血液样本化验 其中六只狗的样本 有这种寄生虫基因 研判狗因是 香港型二丝虫鼠 寄生虫的宿主 是蚊虫在叮咬狗时 吸取狗身上的幼虫 再将幼虫传给人 新寄生虫和犬新狮虫高度相似 都透过蚊子传播 能体免疫力 可以杀死该寄生虫 没有证据会造成严重病发症 但若入侵重要器官 可能会危及性命 由于三位病人并发前分别到过北京或东南亚 也有人不曾离开香港 目前还无法确定寄生虫的来源 但专家强调 直接接触狗不会感染 建议四主带爱犬接种 预防针并且除虫 不用恐慌 也千万不要遗弃动物 动新闻 综合报导